排超天津三至零广东全胜夺A组投名 山东浙江完胜闯关 北京时间12月4日2021-2022赛季 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第一阶段收官日的较量 在广东江门展开 在A组第七轮角逐中 天津渤海银行临风广东江门滑体六连胜 荣英小组投名 山东日照钢铁三比零轻取河北斩获四连胜 浙江加善西唐古镇三至零立刻四川 在第一阶段胜场收官 天津女排三至零横扫对手 斩获六连胜锁定小组投名 三局比分为25-17 25-9和25-20 广东队遭遇新赛季首场失利后 位列A组次席 天津的首发阵容为主攻李莹莹 刘燕涵 副攻王怨怨 张士奇 接应瓦尔加斯 二传尧迪和自由人孟子炫 首局6-8落后的广东 利用张士奇的快攻失误追成八平 后半局李莹莹强攻稳定 瓦尔加斯两度跳发剑攻 利遥处理球失误送出至胜分 天津25-17先下一程 广东靠瓦尔加斯的跳发失误过轮后 又在李莹莹的发球轮 严重卡轮连丢9分 天津25-9大胜再下一程 陈佩妍扣球咬至20-21后 李莹莹打掉结合三次建功 瓦尔加斯发球值得 天津连获4分25-20拿下 3-0轻取广东 广东的接应陈佩妍拿下本方最高的14分 主攻王怡凡赢得9分 队长利遥仅进账3分 与五连败垫底的河北队交锋 山东女排首发派出主攻车文涵 解成岩 副公杨涵玉 王文涵 接应孙杰 二传蔡雅倩和自由人宋新宇 河北海瑞 零胜六负零分